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能就不发热 可为可 也可能不可 主要是可 所以治疗 你宣降废气 使废气宣通了 它自然就不上腻 可自然就止了 方计呢 用方计言 那顾名思义 它以桑菊名方 菊药 当然就是桑叶许华 陈耀 杏仁和杰杠 桑叶菊花 都很清 质地清 都是良药 清凉喧透 喧透热血 就是喧肺 废气喧通了 磕自然就止 所以用这两个药来输表透血 输散表血 用肌梗 来开废气 肌梗是上行的 用杏仁来降废气 向上悬向下降 调整费地功能 它不是悬和降都时长吗 使它恢复正常的悬降功能 当然 它必须在表血解除的前提下 所以它以桑叶菊花为君 鸡梗杏仁为尘 再配五薄荷 疏透风热 干草 调和主要 加尾根保金叶 用尾根 咱们现在叫颅梗一样 保护金叶 这个方计很简单 就是通过 疏散表血 调整肺气的宣降 使它功能恢复 磕自然就止了 这里边没有止磕药 但是呢 达到了止磕的目的 刚才咱们讲的银梗伞 这两个方计 怎么鉴别 都属于新良清洁的方计 它们的区别在哪 银梗伞 重点在于 疏透 表血 主要目的 清洁表热 它可不是通过发汗 是通过疏风清热而解表 解除表热 所以它的重点啊 简单的说 它退热的作用很好 三句言 这个症候本身就神不慎热 或者不热 所以 重点不放在退热上 但磕 磕为主证 所以它的目的 在于宣肺 通过宣肺 而止磕 并不是用止磕药 是用宣肺的药 使肺恢复宣发送降的功能 它就不上力了 不上力 磕就止了 所以啊 它的作用 重点在于止磕 银枪伞的作用 重点在于退热 都一样 有时候 发烧这边人来了 一看 是个风热表证 卖板风热吗 银翘解读完 没有 怎么办 三句感冒片 三句感冒片 根本就不行 它退热不行 它没有这么大力量 而且三句尹 就不是治感冒的 这三句感冒片 这个名字给人起的就不对 人家就叫三句尹 可以说 三句尹 它是上呼吸道感染 它不以发热为主证 这是这两个方计的区别 所以 以热为主证 选三句 银翘散 以科为主证 选三句 五句通 对这两个方计 他有一个说法 他把银翘散 叫做新凉凭计 三句尹 叫新凉轻计 就是这两个方计 都是新凉之计 这个叫平计 这个叫轻计 叶天氏怎么说的呢 代表 初用 新凉轻计 这是叶天氏的话 这是无拘通的话 新凉凭计 银翘散 新凉轻计 三句尹 它的第一个方 是桂枝汤 桂枝汤是假的 真正文明条片 第一方是新凉凭计 银翘散 第二个方 是新凉轻计 三句尹 第三个方 就是白虎汤 它把它叫做 清凉重计 那么大家看看 这个氢和这个氢 意思一样不一样 这个平和这个氢 又是什么关系 总的 从大的原则来讲 这两方 都属于叶天氏 所说的心凉轻计 叶天氏 所说的心 指的是味 量指的是性 氢 指的是药物的质 什么服用 用清凉的药 它这个氢 是当清凉讲 那么请问 银翘散 和汤俊 这两方 是不是都用的清凉药 银花 莲翘 芥瑟 是不是都是清凉的 都属于叶天氏 说的 心凉清凉的范围 因为这两个方计的 作用不一样 它的作用很轻微 就是一个悬费时刻 它能退热 所以他们这两个方计 比较起来 它的作用轻 它的作用平 这个平也是和白虎汤 比较 它是轻 平 重 这么三个级别 重量级的 平量级的 轻量级的 是这三个方计比较 跟这个什么关系 它所说的清击和平击 都属于叶天氏所讲的 新量清击的范围 因为这个清 是指的质地清 这两个方计用药 质地都清 从作用上说 它轻微一些 它稍微重一些 叫平 它更重 是这么来的 这俩清字的含义不一样 都属于这个范围 此夜市立法九十多家 它是根据 叶天氏来的 奇数方爷 一尊内经 近世成乎夜市 远追逐步重景 有根有据 它虽然起了这个名 但是并没有违反这个原则 文秘条片的第一方 是这个 第二方是这个 第三方是这个 白虎汤是治上交文病的 这个就发展了山寒论了 山寒论说白虎汤治阳明病 吴菊通用白虎汤治 太阴文病 治肺热 但是他也是阳明 这个后面咱们再谈 所以他这个 上交文病的系列方 就以他们仨为主 当然逆传 那是另外的方 就是说他废系 就这么一系列的方 游浅肉深 游轻道重 这个是在浅的过程中 是两个类型 一个体现为 政协相征 体温高 一个体现为 废齐时轻 克 所以立这么两个方 最后来讲 他 你从药上 你可以看出来 他很轻 监护法 他没有说 没有详细的嘱咐 你怎么怎么怎么 实际上和银架散一样 这个房地 监主时间也不要过长 因为那些清阳的药 泥煮 都发散了 所以 也要煎的时间短 悬沸作用才好 表证不解 就如理 从温病来说 按照胃情血辨证 就如气氛 气氛的范围非常广 什么叫气氛症 血不在位 又没有入瘾血 都叫气氛症 这句话听起来 好像是废话 那是 胃气氛血四个阶段 除那三阶段都是气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胃氛症 类型很少 表证 就这么两类型 一个表现为 六百十四 一个表现为 飞气氛 飞气氛 是这么两类型 营分症呢 血分症 热入血脉 它是热血损伤血中筋液 和 耗血动血的病变 它设计的范围 只在心肝肾三脏 范围也窄 除了 胃饮血之外 其他胃腹 都可以有气氛症 所以 在胃性血变成这四个阶段 胃性血四个阶段 气氛症的范围最广 它可以带肺 可以带胃 可以带肠 可以带肝 可以带胆 如果消耗肝血 那是血分症 肝炎有气氛症啊 肝主出血 肝不出血的病变 肝脂出血 就是气氛症啊 所以肝胆也有气氛症 它也可以带膀胱 就即使影响到心 也可以出现气氛症 十元量才蒙蔽心包 不还属于气氛吗 虽然有神魂斩语 但还气氛症 所以啊 气氛症的范围非常广 那么按照文病的传辩规律来说 第一步 咱们病闻者 水上交代手太阴 第一步 是太阴未分 第二步 就是太阴气氛 所以啊 热入气氛 第一道管卡 再飞 第一个账后 是热血用肺 先看他的临床表现 深热 这里热了 就不用发热了 深热 这种深热是高热 汗出 反渴 可喘 高热 一般在39度以上 汗出多 心烦的口渴 可喘 或者有胸闷胸痛 这个胸闷胸痛呢 他随着呼吸加重 吸气时候疼 舌红抬黄 这个黄还是黄脏 黄而肝脏 卖硕 深热而不悟寒 反温热 说明热血入离 在哪呢 因为他有磕喘 所以我们可以定位在肺 热血 由守太阴肺的浅层 肺气的浅层进入肺脏 因为他入离了 这时候就引起全身的重视了 全身的正气 都要调动到肺来抗血 正邪相征非常激烈 所以体温就升高 39度40度 是高热 由于里热很盛 他就鼓动筋液啊 使体内的筋液外肾 通过皮毛到体外 就是汗 到体表就是汗 热脑心神就烦 大汗伤筋 高热大汗损伤筋液 就渴 因为热血 庸置在肺 肺是清虚之脏 它里面不能容斜气 它只能容清气 现在进来了大量的热血 庸置在肺 肺比喧发速降功能就障碍了 它被热血 给庸置住了 这就热血庸肺 它就逼迫肺气上腻 热血洋鞋 还是上行啊 所以就逼迫着肺气上腻 宣降都失常了 大量的气象上涌 气腻 而咳 甚至于喘 这几个名词啊 气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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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粗 喘 有什么区别 气粗 是指呼吸 气粗 出气很粗 跟正常呼吸不一样 有声音了 呼吱呼吱的 呼呼的 出气 要气粗 气粗呢 就是呼吸频率加快 气也粗 细粗 细是指一呼一细 一呼一细叫一细吗 还是呼吸气粗 所以气粗 细粗 气粗 意思都一样 呼吸的频率加快 气流量加大 比正常的粗 它们和喘 一样不一样 气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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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指这个鼻 都是指鼻 鼻的呼吸 粗 粗 既快 又粗 喘呢 除了气粗之外 比它更严重了 它有个特点 要张口抬肩 它就不管是鼻子里面气粗 而且呀 鼻子呼吸不够的 张口 张口呼吸 肩膀 比较动 这种 不张口 不抬肩 不叫喘 磕跟喘 大家能间别 气粗和喘能间别 肺脐 宣降 时长 气粗的太厉害了 鼻子都给堵住了 鼻子呼吸 不够用了 要张嘴 扩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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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太厉害了 肩膀也跟着动 甚至于腐气呼吸 也加压力加重 肚子也跟着动 你这喘呢 不光是呼吸技术 而且出现张口抬肩 这么严重 因为热血 胸脂在肺 肺这个胀 就不清虚了 他的气肌也就不通畅了 被热血所阻 肺气不宣 不降 气肌不差 所以出现胸闷 闷是气质 气质严重了 血腥不差 痛 气血雍质 不通则痛 出现胸闷胸痛 有点胸门刺激症状 胸门刺激症 因为肺热症 它就是血液运行加快 所以卖术呀 鲤热 逼迫血运行加快 卖术 血液运行不仅是加快 它流量也大呀 充斥在舌面 所以舌就红 这个舌红 是舌面的充血 这时候 并没有严重的损伤基因 当然呢 口渴是伤心了 它仅仅是费筋的损伤 血中筋液并没伤 它的气氛 所以它喜欢冷饮 这个舌红啊 和舌匠不一样 它是冲血的表现 因为李乐盛 就把舌胎 由白而烤成黄色 是黄胎 诊断它的主要依据 就是船 治疗呢 肺有热就得清热 肺气不宣 就要悬肺 应该说 清热悬肺 达到的目的 让它平船 这船怎么才能平 通过 清除肺胀的热血 使肺 恢复宣降功能 喘自然就平 所以清热宣肺 施法 代表方济 麻性食肝汤 这个方济啊 它用的用量啊 麻黄三前 九克 杏仁三前 去皮尖 碾细 碾细为的是好煎 去皮尖为的是去毒 因为它所含的清清酸 毒药啊 杏仁中毒 就是因为有皮尾尖 去掉了皮尖就没毒了 甘草二前十六克 你治甘草 石膏 碾碎 碾碾为了好煎 大块的煎不透 翻前 这里边石膏和麻黄的用量是一比一 方济的作用 麻黄新温 宣肺 不在于发汗 麻黄有三个作用 一个是截表 一个是平传 再一个就是利尿 在什么情况下 它截表 配柜枝 截表力非常强 如果单用麻黄 或者麻黄配别的要 截表力并不强 为什么 麻黄是开奏理 它所谓的截表是作用于皮肤 它能够使毛孔张开 柜枝是截肌 也就是说呀 贵枝把肌肉给松解开 麻黄把皮肤松解开 它们两个共同作用 连肉带皮 一块松解 汗才能出来 如果不用贵枝 麻黄发汗力量没有那么大 麻黄配石膏 就是清悬肺热了 它配物不同 作用就不同 石膏 心寒 清肺热 麻黄 悬肺 所以它们俩配合起来呢 就不在于发汗了 而是悬肺平船 清肺热 悬肺气 平船 如果麻黄配成利尿 那就利尿 所以大家别觉得 麻黄特别可怕 不敢用 用啊 没有你 看你配谁 麻黄跟桂枝一块配 你一定要慎重 因为它发汗太厉害 但临床上我们使用麻黄来平船 配石膏 石膏一点问题没有 常用量 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麻黄和石膏等量 那是以新温为主了 麻黄的力量大呀 因为它是植物啊 石膏是矿物 三千石膏没有多少 所以在临床上如果热食很重 要加重石膏的用量 在这个房地里边 它重在宣废 所以麻黄的用量大 石膏用量太小 可以用到五千 甚至于一两 石膏二十克三十克 十五二十三十都可以 根据它热的程度 如果说肺热很重 麻黄十克 石膏可以用三十 他们两个配合起来 清肺热 宣肺气 就达到了平川的目的 石膏的性味 大家都知道石膏是大寒 石膏是心甘 它不苦 它和黄连黄勤不一样 它不棒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热药 当然了 它是大寒 吴菊通说石膏有打热出表作用 他说白虎本为打热出表 白虎本为打热出表 还不是石膏作用 白虎咱俩要是石膏 什么叫打热出表呢 可以使里热外打 使肺热也好 胃热也好 向外透 因为什么 石膏 心喊 它是心味性 所以治疗温定 温热病里边 大家看 很多房地里边都有石膏 但是很少用黄连黄勤 是吧 这石热病 用石膏就很少 用黄连黄勤的机会就多 为什么 秦连都是造药 苦造 苦造就容易伤音 吴居通 吴居通在文明条 办里边讲 温定造热 欲解造者 先知其甘 不可 纯用苦寒也 辞职反造症 就是说 在气氛 大热的时候 你用了苦寒的药 它虽然可以清热 但是它造 它伤音 所以不用 石膏没有这个必病 它是心寒药 它不造 它解热作用非常好 而且它是心胃 能够解肌 什么叫解肌啊 它能够使热鞋 从肌肉外透 但是它就到肌肉 为什么要加麻黄呢 麻黄能够 解皮毛 用石刀 把热鞋 透到肌肉 用麻黄 开鞋到里 这样热鞋就透出嘴 这个方计不法 它是清热 先肺平传 再配上杏仁 降肺气 子科平传 加甘草 调和毒药 麻黄大心大纹 石膏大心大凉 一凉一热 用甘草来调和 也服正气 太凉太热 都容易伤正气 用甘草呢 也有服正的作用 所以这个方计啊 这么配起来 是个心凉之计 心是指的麻黄 当然石膏也是心味 但是更重要的 还是麻黄的心 凉来自于石膏 性人是苦评 所以合起来 清热 宣废 平传 但是前提是没有谈 磕也好 传也好 没有谈 如果有谈 曼西斯干汤不行了 因为他们这里边都没有化谈作用 所以如果喘 而谈多 肺热和喘 谈多的 要加化谈药 加什么 清化热谈药 不能加半夏 加绝备母 加背母刮楼 不要用穿背 穿背是润肺之科 绝备母 它有散结作用 它能够散热结 热不是熔制住了吗 它有发散作用 它能够化热谈 刮楼 可以宽胸 所以宽胸就是 舒展胸部的气急 宽胸里气 同时 它化热谈 刮楼啊 整个都入药 但是这里边有个区别 皮和人不一样 刮楼皮 宽胸 化痰 刮楼人 润肠痛便 如果说痰多 大便不干 大便并没有影响 就用刮楼皮 如果说有大便干 就用全刮楼 这种病人 高热 伤筋 一般都有大便干 所以全刮楼比较好 非常的平和 用量 三十个 量要大 因为它非常的平和 如果肺热很重 有点磕血 热血损伤了肺落 有点磕血 磕着卡血 或者是卡团代血 这个不要紧 它并不昏迷 不是血分症 是气分症 损伤了肺落 所以加一点 凉血的药就行了 生地 藕解 先化糖 就行了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 那么可怕 就是热血损伤了肺里边 小的落脉 所以有点出血 问题不大 如果肺热持续的时间长了 化农了 西医说的肺农氧 或者是肺化农症 中医叫肺庸 风热逐渐的可以 导致肺庸啊 它磕吐浓血痰 在这个房间里边 还可以用这房 加生乙 冬瓜子 桃蕊 几肛 加重几肛的用量 乙乙人 几肛 都能排农 桃蕊呢 可以活血 它有瘀血啊 农血痰嘛 行臭 可以加这些样 还可以加卢根 甘寒生金 鸡梗是很好的排农药 我们在临床用啊 治这个肺农氧啊 鸡梗都用到一脸啊 用到三十克 排农都用啊 乙儿也可以用到三十克 桃蕊一般十克就行 卢根用个二三十克都没有问题 很清零的 它不自腻 还可以加鱼蕊草 鱼蕊草能够清热解毒排弹 鱼蕊草可以用三十克 但是呢 鱼蕊草要厚下 剪的时间要短 去临床使用啊 根据不同的病情 大家可以加减 麻醉石干汤 大家都熟悉 这是个伤寒房 但是在温病里边也遭用 治什么病 大热性肺炎 肺热 可喘 大热性肺炎的肺热可喘 疗效非常好 如果说肺热很重 还可以加什么呢 黄芹地龙 地龙 是很好的直气管解净药 地龙是良药 黄芹情肺热 也可以加进去 但是必须用大量的锣根 你保几千保金 如果谈特别多 还可以加车前子 车前子 车前子是肝寒药 大家都知道它沥水 对吧 实际上车前子排盘的作用也很好 如果喘的厉害 平利子也可加 降废气 平利苦寒 它可以降废气 平喘 泄废 根据临床的具体情况 灵活加减 但是麻性脂肝汤这个煮饭 麻黄石膏这两个药 它是不是不可上 用麻性脂肝汤 治大液性肺炎和小儿肺炎 效果都很好的 气氛 气氛症的第二个类型 是弹热接胸 这个部位啊 就不是在废了 是热邪入理之后进入气氛 什么部位呢 胸管部 胸部和胃碗 这个部位 所以它的临床表现 和热血溶肺就不一样了 它的表现是 身热面赤 体温很高 满面通红 可遇凉饮 想喝凉水 但是饮不解渴 喝多少也不解渴 不仅不解渴 得水则殴 它吞出来 暗直胸下痛 胸下到胃碗这一块 溅透这个部位 按着疼有压痛 大便密接 舌苔黄滑 就是黄腻滑润 水分多 慢红而滑 这是个实证 还是个徐证 这是个实证 因为脉搏 红滑有力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表现 热邪入理 在胸碗 不管在哪 正气肯定要抗邪 因为理症 热重 正邪相称激烈 所以热是高 不是发热 是深热 热邪叫鼓动气血 使气血运行加快 所以血液上行 面部充血 就满面通风 因为热邪 消耗精液 所以口渴 热邪消耗精液 如果白虎汤症 得水 可以冷饮 得水以后 能解渴 它不解渴 而且 水进去之后吐 那就说明 这个渴 不是那么简单了 不光是热伤筋液 两个方面的原因 热伤筋液是存在的 另外还有原因 它有痰 还有痰 还有痰阻气机 痰 停滞在胸腕部 组织了气机 导致气化不利 精液的腹部发生障碍 筋不上成 口销里得不到水 它不光是水上的精液 而且那个里边有的精液 它也不光上来 气化的道路被堵塞了 所以呢 精液不能上成 它就渴得厉害 是两方面的原因 也正因为它气化不利 造成口渴 所以你给它水 它也不解渴 我们正常人喝水喝完以后 是通过气化服务全身的 它胃碗部有痰被堵住了 气化不了 所以水不能接受 得水都 由于 痰热 聚结在兴碗 痰越堵 气越不通 热就越没出路 热越没出路 它对这个痰 就越接 越熬 接着熬这个痰 就像熬椒一样 所以越来越粘 痰热 裹肌的越来越厉害 堵塞了气机 所以胸腕部 暗脂疼痛 由于 痰热在内 一方面气部布筋 一方面热血伤筋 大肠也就肝脏 所以便秘 大肠不通 既有痰热气机 又有热伤筋液的原因 导致大便不通 因为李热 所以蛇台黄 因为他里头有痰 所以他黄而不躁 是滑逆谈 水汪汪的逆 滑逆谈 因为他热血胜 但是正气不衰 所以呢 脉搏宏大有力 而且呢 还滑 滑逐谈呢 这个正好啊 和白虎汤正要间别 怎么间别 他也有身大热 口大咳 也有面翅 脉也红 所以他也黄 也是李热 和白虎汤很类似 但是白虎汤是无形热血 白虎症啊 是无形的热血 他没有痰 所以 他得水不殴 可喜能饮 真能喝 喝完以后就舒服 喝凉水 好 这个病人得水不殴 白虎汤因为是无形热血 所以他没有胸下 胸腕部 疼痛的感觉 你按他不疼 这不一样 这个病人 也有大便秘结 深热口渴便秘 类似于成细肠症 类似杨饼腐蚀 怎么见别 而且他也有压痛 他的压痛是在胸腕 而不是在腹部 大成细肠症是浮满痛俱暗 他这个痛是胸下 这是一个不同 再一个 大成细肠症 舌胎黄躁或者是胶躁 舌胎很干 弹热皆修那病人 他不干 滑腻的 大成细肠卖沉 他卖红 红卖水 浮卖那样 他卖不沉 这不一样 关于这个温病便秘的问题 大家不要一看到便秘 就认为是腐蚀 这个不对 一般的来说 温病的理恶症 由于热血伤心 大多数都有便秘 大便难道 两三天下不来 但是 他不一定都浮满痛俱暗的 大便数日不下 又有腐满痛俱暗 才叫阳明腐蚀症 才用功效法 一般的便秘不用 白虎唐症也可以便秘啊 吴俊通在宗教篇第一条就讲 面目俱赤 雨声中酌 呼吸俱粗 大便臂 小便刺 舌苔老黄 甚则黑有盲刺 传至宗教 阳明文明言 这叫阳明文明 但是阳明文明 又分两类 卖浮红造甚者 白虎唐组织 新疆中心 白虎唐组织 卖陈石 卖陈硕 愤则 卖体 反小而食者 大乘气唐组织 你看 阳明文明 不管白虎症 乘气症 都有便秘 大便壁 小便色 小便黄而少 大便不通 但是卖浮红 说明造死 没有形成 没有阻碳细击 就是个不通而已 没到那么严重 所以仍然用白虎唐气 清热 保护了金叶 就行了 大便就下了 如果说到卖 陈石浮满痛剧案的程度 那就非下不可 所以呀 温病的过程中 便秘 是常见的症状 不要一见便秘 就认为是腐蚀症 腐蚀的标准是腐蚀痛剧案 这个呀 他既不同于白虎症 也不同于成细症 他的特点 是痰和热 聚结在熊丸 痰果的热 热增着痰 热熬这个痰 焦年 痰不去 热不清 热不能清 痰也就不能化 所以治疗呢 既要清热 又要化痰 治法 要用清热化痰法 还要加 开结的药 也可以叫泛结 驴热结要清 痰酌要化 因为他们聚结在一块了 你必须把他散开 给他开开 开啤嘛 散结开啤 啤是比赛不通的意思 上中交不通了 赌赛在熊丸了 要开散它 代表方计 生涵论的小献熊汤 加紫石 叫小献熊 加紫石汤 不说明条面法 因为小献熊汤 没有紫石 加了一碗紫石 就是另一个方了 叫小献熊 加紫石汤 小献熊汤的组成 就三分要 半 半下黄瓜 半下黄莲瓜楼 再加一位紫石 就是小献熊汤指石汤 这个房地里边 你看啊 半下是新温 黄莲是苦寒 瓜楼是干寒 紫石 说法不易 有人说 它是新苦温 有人说它是新苦寒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说 紫石这个药 寒热不太明显 配五不同的药物 寒症药证都可以用 所以它寒热不是太明显 这里边 你看看谁的量最大 半下是五钱 黄莲是二钱 那当然是半下的量大 十五克 黄莲是六克 瓜楼是九克 紫石是六克 为什么 用半下的心 谈非心不化 非心不散 所以用半下 化谈降密 指欧 他不得水得欧吗 用半下心温 化谈降密 指欧 用他的心味 黄莲 清热造实 在这黄莲主要是用来清热 黄莲配半下 是个什么原则 这是典型的 心开苦降法 用半下之心 来开散 玉结 化谈 散结 用黄莲之苦 来降 苦未下行 是谈热下行 化开以后 我下走 从夏儿节 心开苦降 开辟散结 宣唱契机 半下针对谈 黄莲针对热 光楼 他不是在胸腕部吗 化谈 他配合半下来化谈 指石 降气 为苦啊 下行 用指石来降气 使那个弹热向下走 半下本身就是向下降 再量上指石 指石本身也是苦不严 说这个方式整个是一个行开苦降法 加指石的目的是宣通气急 因为弹热凝结在胸腕部太厉害了 气不通他下不去啊 用指石降气使弹热 邪气 下行 小县用堂本身是三位要 加一位指石 增强了破气下行的力量 那么如果说他热很重 怎么办呢 可以加黄芹 增强清热力量 如果欧吐的厉害 半下指欧非常好 还可以加猪如 猪如是苦含药 他也能够同落 化坛同落 猪力不是化坛要吗 猪如化坛作用不很强 但是也有 可以加猪如指欧化坛 给点姜汁 姜猪如 就可以增强了指欧的作用 这个方计无需用药很多 主要就在半下和黄莲 心和苦 他这个祖方的原则 这个法就是欣凯苦酱法 所以一个要辣 一个要苦 而且呢在这儿 他以欣慰为主 半下用了五钱 这个方计应该说偏温 因为他有痰 痰非温不化 张农景在金贵里不是说吗 病痰引者 但以温要何之吗 痰是阴血 非温不化 所以太凉了 反而不好 根据情况 如果热痴很重 可以加黄芹 如果热痴不是太重 以痰为主 还是办下大量的用 开脾散界 这个症候类型啊 因为沙漢论言有 所以咱们也没有必要太细的讲 它也不太复杂 就掌握一个 它和白虎症不同点 白虎症是无形热症 热没有形 这个是有痰 既有无形的热 又有有形的痰 它和成气症的比较 成气症也有便秘 它也有 但是成气是浮满痛剧爱 它痛在胸腕 不在腹 它不一套上 所以治疗 心开苦架 开脾散界 就可以了 今天呢 咱们就讲到这